毛孔粗刀是怎么形成的呢 毛孔粗刀在新加坡其实蛮普通的 那跟天气有关系 因为新加坡真是太炎热了 没有人是100%没有毛孔的 是稀跟粗 如果你是住在台湾或是日本 就来新加坡的话 当然会变大 因为跟天气有关系 然后有些是 那个角质层 的代谢太慢了 造成毛孔粗塞 这样也会形成毛孔粗刀的原因 或者皮肤老化 也是会造成毛孔粗刀的原因 那毛孔一旦形成了 用护肤品会得上吗 当然 护肤品其实是很重要的 可以用一些保湿 抗老化的叶醇 当然在新加坡最重要的就是防晒 所以你分的毛孔非常顽固 那可以通过什么项目来改善呢 我可以分为三大类 如果你是25岁以下 或者25到35岁 或者是35岁以上的 你必须要用一些护肤品 如果护肤品还是没有达到你想要的效果 如果你是25岁以下 那么我建议可以做一些 刷酸 例如还可以修这些 也是可以帮助到的 那么如果你是25岁到35岁 除了刷酸 FSU 雷尸 例如皮苗 也可以做一些烫老化 保湿的 比如水光针 鼻嘴痕 迷死针等等之类的 如果你是35岁的话 你要比25到35岁更多 烫老化的雷尸 当然一定要防晒 我可以做一些烫老化的雷尸 我可以做一些烫老化的雷尸 我可以做一些烫老化的雷尸